只要你喜欢的事情我都可以替你办到的 我喜欢天上的星 我要你把它摘下来 1964年邵氏所拍的香港版达吉 绝对是你没有看过的版本 达吉并非千年狐妖所画 没有任何神魔传奇的风神榜 达吉成为最早的卧底 忍辱负重反倒是一位足智多谋 颠倒乾坤的侠女 故事发生在三千多年前 青年时的昼王勇武有力好斗争 年年征伐弄得名不聊生 这次凯旋归来 在庆功宴上老臣相笔干劝他 称文君有道以仁德化天下 则四方臣服 不示干戈 不行杀法 则万名乐业 库房空虚得暂坐休长 情师人正 风头正慎的昼王一听勃然大怒 既然库房空虚 那么就向各地的诸侯 增收贡品 此举对百姓而言 犹如雪上加霜 特别是冀州 数月来 阴雨绵连 地势低一点的地方 颗粒无收 甚至连安身之处 都是奢望 侯爷苏护 心地善良 命手下四处救灾 总算是勉强度日 可乌漏偏逢连夜雨 游魂奉命来收贡品 苏护拿不出值钱的东西当贡品 只得拿出一些 手工同桃玉器 游魂根本看不上 苏护说明情况连连道歉 不料一向牙字必报的游魂并未责怪 反倒是在苏护家住了起来 原来苏护有一女 名叫达己 据说长得跟仙女一般 游魂色星大旗 正欲调戏达己 幸好被西伯侯之子 激发阻止 此事惊动了苏护 他最痛恨好色之徒 于是不顾贡品之事 将游魂撵了出去 经历此事 达己对激发 方心暗许 其实两人也才刚认识 那天 达己像往常一样 去郊外弹琴 还未弹琴 就听到一阵 动人的琴声 循着琴声 结识了西伯侯之子 激发 俊男靓女 当时两人就互生好感 于是相约去切磋情记 之后遭遇游魂 出言调戏 激发主动为达己解围 上演了英雄救美的戏码 达己对激发 方心暗许 想着当面去感谢他 不料人去楼空 激发只留下一封书信 原来激发是奉其父之命 四处历练 他因忙于处理水患 于是不告而别 不久游魂回潮 在咒王面前 隐瞒水患 将苏护告了一桩 他搬弄是非 说苏护不知好歹 不但没有进贡 而且还大骂咒王 咒王上当怒不可遏 决定去攻打苏护 尽管敌干等忠臣 上前劝解 但固执的咒王 根本就听不进去 就这样 咒王亲自带着一队人马 浩浩荡荡地攻破了城池 在游魂的挑唆下 咒王没有听苏护解释 一刀接过了他 打几哭的梨花带雨 楚楚动人 咒王被其吸引 决定将打几带回潮哥 打几不愿意 打算拔刀自吻 但被丫鬟致言劝住 他告诉打几 留得青山菜 不怕没柴烧 不能让仇人游魂和咒王好过 打几哭诉道 自己一个谦谦弱女子 如何报仇呢 智妍劝他硬拼不是对手 可以智取 打几被说服 于是两人满心欢喜地 上了咒王的战车 随咒王去潮哥 夜里一行人扎棚休息 游魂鬼鬼祟祟地和智妍怯气私语 在智妍的事宜下 游魂进了打几的房间 正于靠近时 咒王等人到来 怒不可遏的咒王一刀截过了游魂 原来这一切都是智妍和打几的计谋 果不其然游魂上当 借智妍之手 除掉了第一个仇人游魂 回到朝歌之后 智妍每日沉迷于享乐 独宠打几 疏于朝政 每日饮酒作乐 通宵达旦 此举让王后心生不满 于是派手下去刺杀打几 但被智妍发现 她提醒智妍赶来 以怒之下刺死手下 随后智妍提之剑来到王后处质问 王后见无处可逃 撞死在柱子上 当天 打几就被册封成为新王后 没有了王后的约束 打几和咒王更加奢侈 挥霍无度 甚至是修建了九吃肉铃 大臣们劝咒王勤俭节约 可固执的咒王一意孤行 对打几言听计从 一怒之下 将大臣们赶了出去 最后 咒王又花费巨资 为打几盖了一栋摘兴楼 此举让百姓苦不堪言 怨声载道 就这样 一座很高的塔楼被建起 至于有多高 据说站在上面 能够摘到星星一般 西伯侯来朝进贡 劝咒王放弃摘兴楼 勤俭节约 废除打几 不料被小人废重险害 在咒王面前告了他一状 于是西伯侯被关进了大牢 西伯侯之子激发 得到消息 不愿千里来救父 西伯侯本不愿连累儿子 但既然来了 于是交代儿子 想方设法混进宫 除去修建摘兴楼的 罪魁祸首打几 激发顾及旧情 心生不忍 其夫解释道 如今的打几 早已不是当初了 激发只好含泪同意 与此同时 摘兴楼内歌舞升平 昼王只顾享乐 每日饮酒作乐 还在上面设立了酒池肉灵 其实打几也并非心如蛇蝎 例如 婢女无意之中掉到池子里 打几会有意无意的找机会 让他获救 他针对的只有咒王 陈相笔干看不惯 再次劝咒王 放弃摘兴楼 将打几驱赶 重振旗鼓 可咒王一听勃然大怒 对于打几 他百般维护 笔干不依不饶的再次劝说 顿时咒王起了杀心 争执之下 咒王甩出一把匕首 声称要挖出笔干的诚心 看看 被逼无奈之下 笔干用匕首 刺向了自己的心窝 此举并未唤醒咒王 他依然每天和打几在摘兴楼 纸醉精迷 不久 激发带着厚礼来到咒王面前 祈求咒王放过其父 没想反复无常的咒王 竟同意了 随后咒王又让志严叫来打几 让他挑一件礼物 分别多年 两人再次相见 可早已是误使人非 为了避免是非 两人故作不认识 可打几的眼神 还是出卖了他 不处动人之中 透露着愚情未了 费中心生怀疑 就连咒王也有所察觉 之后费中千方百计的向激发打听 他和打几的关系 但被激发否认 如今应摘星楼 打几在众人心中就是妖孽 夜里激发潜入打几的房间正欲行刺 但发现了正在哭泣的打几 随后打几解释了前因后果 他这样做是想替父报仇 正说着咒王等人赶来 打几只好装作被激发行刺的模样 手下将激发围了起来 咒王准备一箭将他结果时 被打几阻止 理由是不能就这样轻易放过他 于是激发被关进了大牢 致言受打几之托去大牢探望 却得知西伯侯和激发已被费中带走 此时费中正在对两人使用酷刑 原来咒王已经起了疑心 一番言行逼问之下 激发依然否认自己和打几是旧时 咒王半信半疑 但还是令费中去杀掉激发 致言打探到消息和打几想出一计 在行刑的途中 用两个死球替换两人 再将两人暗中送走 隔天咒王招来打几 声称自己已经杀死了西伯侯父子 留了一碗肉给他 以正清白 不料打几说什么也不肯吃 哭得梨花带鱼 随后使用了反剑剂 让咒王恨透了费中 经历此事两人和好如初 与此同时 激发带着父亲顺利回到西齐 回去之后 他重振旗鼓 聚集了八百诸侯 骑兵讨伐咒王 此时摘兴楼内 酣歌醉舞 很快咒王就得知激发 已兵临城下 可自己却毫无准备 很快 朝歌被攻下 小人费中 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倒在了激发的剑下 混乱之中 咒王慌慌张张地拉着打几 逃到了摘兴楼 本想与打几一起共赴皇权 可打几却拒绝靠近 还说出了真相 原来他并非真心带咒王 之所以进攻 只是为了报仇 咒王自知难逃一劫 冲上来 想拉打几垫背 激发赶来 一箭 结果了咒王 正欲救打几 可为时已晚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邵氏影片打几 由岳凤指导 林黛 南宫远 申荣君等出演 于1964年上映 打几和风神演绎的故事 可谓是广为人知 传说打几是九尾胡所化 女主林黛 是五六十年代的著名女演员 也是音频上最早的打几 当年曾经轰动一时 不知是巧合还是别的 女主后来的命运十分坎坷 她出身名门 年纪轻轻就四次摘得影后 可惜红颜薄命 在三十岁时为情自杀 令人唏嘘不已 说实话 或许是不够坚强吧 如果她理智一点 也许结果会不一样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不见不散